這個部分呢 生殖殿的兩邊 還會有兩條短短的乳腺裂 那我們剛剛說寶寶也是喝這一杯長大的 所以寶寶再生出來之後呢 就會去附在媽媽的兩條乳腺裂上面 蛇頭睡出來頂住媽媽的乳腺裂 這個時候媽媽就會把乳吃喝出來給他喝 如果是男生的海豚骨 公海豚的話 他就不會有那兩條乳腺裂了 他就只剩下一條長長的生殖殿 所以我們要怎麼分成男生女生呢 分成男生的方式就是一條線 女生的方式就是三條線 所有的健康朋友都是這樣子做生殿的 所以如果未來你們有這樣比較大的長期 有到其他人轉過是讓孩子沒有辦法的話 生殿才有這種方式 因為孩子不難生殿的人 大家早會跳得很高對不對 那在這邊就叫大家一下 海豚是友台首三個棋 這棋前棋又尾棋 你們在家哪裏有鼓頭 打招呼 又唱歌又唱歌了 哇!好多牙齒喔 大家都不想看亮亮唱歌 然後你都亮亮去唱歌 呵呵 其實喔他只有前棋是有鼓頭 然後雖然剛才跳得很高 但他舞蹈是沒有鼓頭 他的前棋是非常有鼓頭在裡面 然後我們再次相識的 他那個尾巴呢 基本上是在好幾千萬人選 去做兩隻腳圓 但因為他慢慢的會話之後 就只剩下一個尾葉 然後他的鼓頭 然後我們再次去做 好 好大一隻喔 好大一隻喔